這集要介紹的是茉莉花 布雕茉莉的品種是瑪達加斯加茉莉 在盛產地也將其稱為新娘花 是潔白蠟質帶有光澤的花朵 五片花瓣的花形並帶有細長的花罐 花朵的尺寸大約是3-4公分 花瓣比較硬挺 如果壓到花瓣很容易斷掉 花精加工方式 首先將底部的花鱷拔除 使用26號白色鐵絲 以十字穿刺法穿刺 第一支鐵絲從底部往上大約1公分的位置水平穿刺 第二支再往下一點點 將鐵絲平均穿刺後往下收 這裡要注意往下收的時候不要用力往下拉扯 不然花罐的部分很容易扯斷 再選一支鐵絲 把其他三支合併成一支即可 準備花衣膠帶 將穿刺的地方用膠帶纏繞起來保護 後立的加工就完成囉 斷掉的話建議從花瓣背面上少許的白膠 並用手將花瓣靠近貼合 帶膠快乾的時候再放開手 比較不會看出破損的痕跡 試修C